里晨深夜贴心当司机,被女友范冰冰夸赞可爱 1.27号大年三十凌晨2点,范冰冰拍戏说公放假 里晨当司机亲自来接女友和爱宠回家 被范冰冰夸赞是可爱的司机叔叔 范燕微博中用自己的猫猫的语气写道 很晚了,在大年三十陪我妈妈站完最后一班岗后 回家路上看看风景,心情也是很美的 高速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了 还好有这位可爱的司机叔叔来接我们 新年快乐哟 被强行塞了一波狗粮后 网友也不忘调侃李晨 大黑牛要哭了,连喵喵都是正脸 就踏实糊了的侧面